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舆论界普遍都认为世界文明即将步入千禧年的黄金时期了 但是不料正当大家盲目乐观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突然爆发了 黄金美梦成为泡影 请问这既然是圣经的预言 当代的宗教界人士怎么对它那么糊涂 竟然让舆论界把它给误解了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启示录的一段重要预言 竟然被千百名神学博士们领会错了 这说明许多人对圣经的真理呢 是需要虚心研究的 不要受到固有的沉见影响 千禧年的题目既然被多人误解了 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对它有正确的答案呢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千禧年一定会来到呢 根据圣经的预言呢 千禧年肯定是要来到的 我们要虚心的考察圣经 不要凭主观的想象 主观的猜想去讲错这个道理 错误的讲法叫千禧年后论 与千禧年前论呢 是对立的 所谓前与后呢 就是指基督夫人的前与后 错误的讲法认为 千禧年是靠人的努力创造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呢 欧美各国许多的牧师 都跟着报刊社论的调子 大讲特讲 千禧年已经开始了 科学文明将把世界建成黄金的时代以后呢 基督就要复灵了 给人造的新世界呢 带来上帝的祝福 这是他们的主观愿望 那他们讲的这些愿望 有圣经的根据吗 他们讲到的时候呢 也是引经据点 但是若不是引错了呢 就是歪曲了圣经 给人造成一种幻想 后来呢 他们这种讲法 很快就因为战火而破灭了 那么能不能请你 把有关千禧年的经文 给讲清楚一点 帮助我能够明白它真实的意思 好啊 首先呢 我要声明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 只是呢 要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明文启示来讲解 请你先把启示录第20章的第一到第9节读一遍 好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 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上帝知道被斩折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的有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不必做上帝 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施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格和马格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 于受盟 于蒙爱的城 就有火 从天降下 烧灭了他们 好 我们先来解决 所说的先后的问题 耶稣基督 复灵在千禧年之前 还是在千禧年之后呢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经文里面 虽然是没有讲到基督复灵 但是提到死人复活 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里面说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 就出来行善地复活得生 作恶地复活定罪 所谓听见他的声音呢 是指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唤醒死人 耶稣基督曾经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这两节经文呢 就清楚地说明 基督复灵是在千禧年之前 因为那是一人复活的时候 再说其余的死人要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才复活 那个时候基督要第三次降世 叫他们复活定罪 这一点呢 大家都能够看明 有圣经的经文未根据 可惜啊 许多学问渊博的宗教家呢 不仔细研究圣经 把这么重要的问题呢 弄错了 竟然把基督复灵推迟到一千年之后 完全是凭他们的主观想象 而没有圣经的根据 那魔鬼被监警在无底坑里的一千年 同圣徒复活之后 与基督一同作亡一千年 是同一个时期吗 是的 无底坑的原文呢 就是深渊的意思 这个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希腊译文的 冤面黑暗的冤呢 是同一词 基督复灵之后呢 地面就要回到原始的荒芜状态 复活的一人 要在空中一主相遇 就跟耶稣基督回天家了 耶稣基督曾经应许我们说 我必再来 他就说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凡是不被接的呢 就要因耶稣基督 孵灵的荣光而逃窜 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说 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那步伐的人 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呢 有这样形容 他说 我观看不料地是空虚浑团 我观看天 天也无光 我观看大山 不料境都震动 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我观看不料无人 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 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 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 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 这就是监禁撒旦的无底坑 迷惑列国的撒旦呢 无用武之地了 那条大链子呢 就是一个象征物 因为义人呢 已经都升天了 恶人全部死亡了 那个迷惑列国的罪魁祸首撒旦呢 已经没有他可以迷惑的对象了 他只得空闲在那里 反省他的恶行 请问 那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释呢 宝座呢 在原文是一个夫述单词 在英文呢 也用的是夫述 应该翻译成为许多宝座 耶稣说 得圣的 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应许呢 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宝座 执行的时候呢 必定是许多宝座 因为圣徒的人数呢 是很多的 与基督一同坐王的具体工作呢 就是审判那些还没有复活的恶人 不是判断他们能否得救 而是根据他们罪行的轻众呢 为个人量刑 格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说到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这里就是指那些跟从撒旦 一通背叛的天使说的 在尤大书里面有讲到 岂有那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呢 主要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 等候大日的审判 这里说 待寿于寿相 在额上和手上 受他的印记 是什么意思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以后要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先不谈 我们单从字面上来看呢 拜寿和寿相呢 其实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 他的实质呢 和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 第七节里面讲的 永远的福音的信息有关 那非在空中的天使呢 就大声劝人说 应当敬畏上帝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其后呢 这第三位天使便警告人 不可以拜寿 和寿相 这个焦点呢 就在于人们敬拜的对象问题 而且个人呢 都要接受他所敬拜之对象的印记 那一千年完了以后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这从第二次复活 是不是同时进行 同步进行 这是同步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第八节里面说到 撒旦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叫他们聚集真战 这里的列国呢 就是指复活了的恶人 其中多数 有许多人呢 虽然曾经目睹 耶稣基督复灵 但是呢 他们的心地 仍然是刚硬的 撒旦呢 就鼓动他们组织起来 要攻占 新耶路撒冷 那新耶路撒冷 是不是 不是在天上吗 那恶人怎么能够围攻他呢 我们刚才读过的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等那一千年完了 对不对 对呀 我们再看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九节里面说到 作恶的复活定罪 也必听到人子的声音 一千年完了 耶稣要再下来 叫恶人复活 他下来的时候呢 同时还把新耶路撒冷 连同里面的居民 一起带下来 他的着流点呢 是在橄榄山 是山开裂成谷 作为圣城的地基 这个预言呢 是记载撒加利亚书 第十四章的 第四节和第五节 那是这样说的 那日 他的脚 必站在耶路撒 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 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耶和华 我的上帝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耶稣基督 第一次复灵的时候呢 他是不着陆的 就改变升天的圣徒呢 是在空中 遇住相遇 那既然是这样 已经复活的恶人 要住在城外 那么 城内的一人 就不能到城外去了 有一段时期呢 是要出现这种 隔离的状态的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 有一句话呢 我是略过了 他是说 橄榄山开裂的时候呢 恶人要逃跑 是这么说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 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 你们逃跑 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 逃避大地震一样 除此以外呢 在启示录22章的第15节说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隐乱的 杀人的 败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在启示录21章的第27节说呢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可赠与虚谎之 是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 羔羊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刚读的那个 哥哥和马哥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指 在以西街书第38章 39章里面讲到 围攻以色列民的敌军的名字 噢 恶人围攻圣城 看来没有发生实际的战斗 那么多如海沙的敌人 一到城下就被火消灭了 是不是呢 不是立即就被消灭了 在他们被焚烧之前呢 上帝要当众举行公审大会 恶人的档案呢 已经在千禧年里面 由一人审查完毕了 照上帝定的标准呢 在根据个人罪行的轻重来量行 我们读过许多次了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讲到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多受责打 我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脱谁就向谁多要 在启示录第20章的第11到15节 有论到这一次公审大会 这是这样说的 这是使徒约翰 不对 对不起 这是那个使徒约翰 他说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你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暗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暗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那么这里提到死人复活 看上去似乎在时间上错过了那围攻圣城的事件 而是一复活就宣判执行了 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这段经文显然就是指恶人被扔进火壶之前的事情 应该发生在恶人包围圣城以后 上帝举行公审的时候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死亡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从阴间你看 他从阴间一起被扔到火壶里去了 这就表明以后不再有死亡了 阴间和海也都交出死人来了 这表明阴间是陆地上的坟墓 不是拘留死人灵魂的地方 如果是的话 那么死在海里的人也应该被是拘留在阴间了 阴间它的希腊原文是Hades 定义与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的shell是相同的 我们查旧约原文里面 凡是用shell的地方 英文清定版的圣经 大约一半都翻译成为坟墓 英文就是grave 一半就翻为阴间 英文就叫hill 以上的实列就有力地说明了 圣经借用的希腊文名词 也就是hades呢 仅仅就是指坟墓而言 那圣经里是不是有其他的经文 适用于这一重要的阶段呢 有啊 这就是在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 这圣经是这么说的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为同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身位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上帝 这些经文预示的场面呢 正是启示录第二十章所形容的特大的集合 在这个时候 全宇宙的众生 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亿万生灵呢 都来观看这一场善恶斗争的最后一幕 这是基督与撒旦较量六千年的结局 基督用真理战胜了撒旦的谎言 用慈爱战胜了撒旦的仇恨 用柔和谦卑呢 战胜了撒旦的骄傲和强横 到那个时候 聚集在上帝白色大宝座前的人呢 若不是在城里边 就是在城外边 在他们之间呢 是没有中立的地带 这个时候 全体众生呢 都要看你 罪恶的结果呢 不是自由 而是奴役与死亡 这些恶人呢 看出自己因为叛逆的一身 一身呢 而丧失的是什么 当初上帝向他们提供永生的机会的时候呢 他们傲慢的拒绝了 现在看来 永生是何等的可贵啊 他们要痛恨自己说 这一切本来是我们可以获得的 对呀 可是我们却把他置于脑后了 这是多么奇怪的昏迷啊 众人呢 众人呢都要看出自己之所以被撇弃在天庭之外呢 这是公正合理的处分 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上宣称 我们不要这个耶稣做我们的王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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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比书二章五节 到十一节的这个预言 是一定会实现的 他所说 地底下的是指魔鬼的众使者吗 对呀 在盛大场面和宋战浪潮的威力之下呢 连魔鬼和他的使者呢 也不得不屈膝跪拜 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王 这样魔鬼是不是还有悔改的机会呢 这是肯定没有了 不但是魔鬼没有悔改的机会 连一切的恶人都已经抛弃了悔改的机会 这个时候呢 恩典的门已经关闭了 魔鬼和他的追随者呢 清楚地看出 他们坚决叛逆的一生呢 已经使他们不配再拘留在天上了 他们已经习惯于习惯于反抗上帝 所以天庭的纯洁平安与和谐呢 对他们来说呢 反而是一种痛苦 我想是的 魔鬼对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诬告呢 是已经不能成立了 他想加在上帝身上的罪名呢 现在已经全部落在他自己头上了 对 撒旦这时候 只得低头承认自己所受的处分呢 是公正的 是应当的 恩 刚才所读过的以夫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的话 我现在更明白了 全宇宙的生灵都必须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 对啊 圣父与圣子为人类所做出的重大的牺牲呢 已经清楚的显明了 时机已经到了 基督要站在他应有的地位上享受尊荣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他应摆在他面前的喜乐 就是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痛苦 这痛苦虽然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他的喜乐与荣耀比这个痛苦更大 对 他看到得救的群众呢 已经恢复了他自己的形象 人人的心中呢 有上帝完美的印记 人人的脸上反照出他们君王的威仪 他在他们身上呢 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了 宝座周围的群众呢 便要扬起颂赞的歌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 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颂赞的 上帝给了我们如此之大的恩典 我们真是要好好地珍惜啊 就是嘛 我们愿主能够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这一个 实在是得知不意的机会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得救 付出了无限的牺牲 你也看到我们得救 你就感到无比的快乐荣耀 求主能够使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荣耀 分享你的快乐 也使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来认识你 我们信仿这样的祷告祈求 实在不配靠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